大家好,繼續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 家庭觀眾有任何問題可以隨時打電話來或給電郵我們 身邊的嘉賓輪到郭Sir,我們的事務總監和大家聊天 郭Sir,早安 早安 不如先看看,就是陳先生給我們的電郵問兩隻股份 第一隻是390中國中貼 他說3.3左右就有貨,現在正在賺錢,先恭喜你 股價方面,去到3.66,暫時還未跌7仙 應該怎樣部署這隻總貼呢? 我想暫時來說,都是可以逐步向上看 當然,負債比率是比較偏高 這個是市場已經一早知道 亦都是因為負債率比較高 所以過去的表現只是一般 但是內地政府如果要維持7.5%的經濟增長 內需和固定投資這兩個辦法,政策的投放 我想少不了 其實390,我覺得股價這一分鐘是屬於一個初升後的技術上高台的整顧 如今大市的氣氛亦都比較薄弱,所以有少少的反覆 這一兩天,股價的表現略為是走失了少少的 因為直到現在這一分鐘,它是走在10天和20天線之下 但是,幸好是50天線暫時還未跌倒 那你3.6元錢買,其實現在這一分鐘沒甚麼特別事好做 那需不需要用風險管理呢? 真的自己決定了 如果要做的,聽清楚 是3.6元錢 這個技術上防守性的支持,最好不會有失 因為一跌穿3.6元,下一個支持,50天線已經是3.5元了 嚴格來說,把指賺位放在3.5元,我其實都沒有太多意見 不過3.6元意思是確保有10%的利潤在手 那你可以自己拿著注意,定低指賺位在3.6元 或者50天線,3.5元 技術上初步的阻力就是3.8元錢,這就是10天線 一過了3.8元的話,我想進一步挑戰,應該是早前4元的阻力位 技術上來說,最壞最差的那一刻應該都過了 如果3.3元錢買,相對來說是接近低位賣 如果不介意3.2元的反復,我覺得最好就是中線持有 另外,陳先生說到華雲水泥的Pino1313 他就在6.1元左右有貨 但今天股價就有急跌的情況 跌超過4.4%,5.82元 最主要受到華雲集團董事長 就是信林方面有涉嫌違規的事件 一些浪漫事件,管理層變動 我想投資者的心理都頗受影響 所以看到整個環系來說,都跌得比較急 1313,暫時對這些位置又如何保持 其實本身的基本因素不差 包括早前發了刑起 而最重要的是,旁大的基建如果要啟動 水泥的需求根本上是可以同步的 而值得提到的就是,水泥的生產 原材料自己有,不需要入口 華雲水泥其實是華南一大最大的水泥廠 說的是市值其實不小 如果市盈率更加只有11倍 任何角度來說,都是適合中線持有的 6元左近買,其實相對近期的高位6.3.5元 有一點都沒有高了的感覺 因為早前來說,在4.5元是徘徊了很久 但不要緊,既然買了中線持有 暫時來說,就不需要太擔心 至於人事上的一個變動 有時影響是會有 最低限度一些大型的收購 或者一些發展 會因為人事上有少許的變動 而相關的一些發展是會略為拖慢的 這是沒有辦法的 但我覺得就是 單一的人事的變動 對整個公司的影響是會比較短暫的 因為整個集團如果你要營運得好的話 最終是要靠管理的 如果你說一個管理,一個系統能夠走得很順利的話 一個半個高層的變動 是不會構成太大的影響 不過當然知道 這次的事件對股價的影響 可能會比較短暫性一些 所以近日股價的表現 可能會略為反覆一下 但我覺得你持有課 只要不是太多 或者不是做孖展的話 不需要太擔心 好,今次環集團的董事長 懷疑被拖落馬這個事件來說 也有些大行就互行 瑞信方面 其實看到這個是 環電力836方面的跌勢最為顯著 他說這個股份也會受壓 不過盈利方面影響性不太大 仍然給他一個中性的評級 目標價為23.5 就是836這個股份 瑞信方面 謝謝郭Sir 下一位家庭觀眾的email方面 姚先生想問三隻股份 我們逐一看看 第一隻10800 中國神說 三個加月後 你會公佈業績 我們看看股價 暫時來說 下跌超過百分之二報 21.6毫半 姚先生問 這個股份應該沒有貨 怎麼看? 其實沒有太大的憧憬 首先來講 內地的空氣比較差 尤其是北京、上海大家都知道 所以中央政府很希望 在其他環保能源方面 加大推廣的力度 包括太陽能發電、垃圾發電 或者風力發電等等 直到現在這分鐘 內地的電來源 很大程度上 大比例都是靠燒煤來提供的 所以暫時來說 我想這個趨勢是改變不了 值得一提的就是 幾年前 電煤的價格是海鮮價 每天都不同價格 當時中央政府 將那些中細的煤礦 全部整合過來 而且也提升了儲存量 來到現在這刻 相對以往的電煤儲存 足夠全國應用 大概10天左右 現在的儲存行相當多 價格也持續低迷 所以相對現在這一分鐘來說 我想暫時整個板塊 大氣候就難成了 不過短期來說 有少少的反復 或者少少的反彈 會令到股價出現一個 初跌後的技術上回升 但你說大氣候 我覺得暫時是見不到的了 如果有幸在低位買到的 當然恭喜 但如果一輪的秋升 現在這一分鐘 在二十個多 我仍然比較保守 如果相對水泥股 和它來選擇 我就寧願買水泥股 作一個中線的部署 對電煤的價格 不論是短期 或者中期少少 我都看法 價格都未必會 會升得太多 唯一要說的是 內地始終 耗電還是很多 因為經濟 你要維持7.5%的增長 政策的投放 不能少 所以 由高位下來 跌的幅度已經深 如果你說 資金許可 買少少作 中場線的部署 就真的無所謂 但如果資金得一注 我想應該有零作他算 OK 另一隻股份 就是1893 中財股份 股格今天來說 都要向下 跌2.6% 佈1.48 同樣地 這隻也有業績 可以看到 四個加月之後 這隻有沒有驚喜 其實我自己 都不會有太大的驚喜 因為整個 與電煤相關的板塊 我還是看得比較保守 幸好的就是 近期來說 終於走出了 持續沉底的形態 而且早前 我說的是 在3月份開始的上升 升勢也比較明顯 不過無奈 始終基本因素比較差 所以這一分鐘 也漸漸走回 在10天和20天線之下 因為形態上 有下視50天線的趨勢 有貨在手的話 這分鐘就只賺到算數了 如果有錢賺的話 如果高追了的話 就記得 四個一銀錢在阻緊 50天線是你的指示所在 任何環境不適宜再加註 OK 最後補充多些 1893方面 剛剛都看到 拍了一個刑警 他們公司說 但預期截至今年3月底子的3個月 股東英佔入利方面 將會較去年同期大幅減少 主要由於水利分佈的虧損大幅減少所引致 大家都要留意 另外 最後一條 姚先生問2600 這隻股份 中國女業2600 暫時都跌超過百分之一部 2.94 這隻有怎樣提法 博Sir 其實去年 虧轉型賺了9億7500萬 但因為出賣資產所帶出來 基本因素還是比較薄弱 而且電解類價格還是疲弱 我對中類前景的看法 我仍然比較保守 這一層由大概2.5元 其實上升 只是一個中期跌口 一個反彈的價格 如果有貨在手的話 亦都需要留意 現在這一分鐘股價的下跌 已經是輕輕觸及十天的平均移動線 即是說 初步已經量起了回套的警號 如果有低價買的話 現在這一分鐘就真的要指責或者回套 如果真的要入市的話 我想都還要等一等 始終來說 基本因素比較疲弱 尤其是電解類價格持續還是低迷 我想暫時來說 不會有太大的敬起 至於規短型這個業績 初步在股價上已經反映了 但去到今年的首季或者半業績 我都擔心情況還是比較差 所以如果要買的話 最好暫時來說 還是保守一點點 謝謝 謝謝 姚先生你的email 以及當然郭Sir的詳盡分析 我們節目時間又差不多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和大家看看 內地股市上午的情況 上證指數現在跌1點至2064點 究竟內地股市方面 昨天來說跌得比較急些些 都怕IPO有個抽水的情況 我們大家等一等 問郭Sir究竟影響又有多大 稍後再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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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